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值雲投資 今天大盤15盤中跌了32點 它就是在整理 那為什麼需要整理 很簡單 上禮拜三禮拜四兩天 大盤跌了500多點 所以它需要休養升息一下 整理完之後它才會再走高 其實就目前大盤結構 對同盤的一個操作有兩大優勢 一個指數在相對低檔 從1萬點到今天為止9000點 便宜了1000點 好不好操作 另外一個優勢 融資銀額大減了350億 籌碼很穩定 所以現在同盤你來跟我合作 你的風險相當低 利潤至少有1000點的空間 這是我們對大盤未來指數的長線規劃 所以我再告訴你 接近大盤的一個指數 在整理過程 我們告訴你要逢低承接 比如說今天大盤的指數 跌了32點 那有什麼股票 可以好好的佈局 這一檔雲層 你有沒有看到 八天轉折向上 我們今天現買現供漲停 這檔股票我在3月23號 老婆40.75那一天 有先賣掉 創新港那一天 最高40.75 停利出場 這檔股票是從103年的大概 12月份開始操作的 當作股價 大概在30塊錢附近 底部形態 開始買雲層了 30塊錢買 來到3月23號的 40塊錢附近停利 所以大概賺了30幾趴 賣掉之後 好不好 你看一下雲層 我們等到它5波修正完畢 那修正完畢之後就落底 那又看到紅三兵 底部確立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雲層 晃動的過程當中 這個底部守得相當漂亮 不管它怎麼震 它怎麼洗 這個底部也會被跌破 不容易被跌破 加上今天八天的轉折是不是向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轉折向上要跟我接啊 要跟我買啊 如果你高點有跟我賣的 同沒有 對不對 當時的位置在40塊錢附近了 現在是不是變便宜了 剩二幾塊錢呢 就如同指數嘛 在1萬點你認為是高點啊 那現在在9000點 高還是低 就看你操作什麼股票嘛 所以對雲層 40塊錢賣掉了 一二三四五五波修正完畢 落底 三根紅K棒 底部確立 今天現買現供漲停了 這是我們今天利用大盤十五 再壓回整理過程 帶給會員的標的 9點55分 雲層 八天轉折向上 26點3以下就買回 買進 對舊會員當然是買回啊 新會員呢 買進呢 9點55分 股價在26.2 他們對時對價 26.3以下保證一定買得到 有兩個多鐘頭都在26.3以下啦 你自己看一下 這邊 很好成績啦 買完之後 有沒有攻漲停 1點鐘的時候 雲層曾經攻上漲停 當時候又打開 我告訴會員 雖然沒有鎖住沒有關係 因為第一天起漲 它還會再漲 第一天起漲 它還會再漲 所以在目前大盤 近期的一個整理過程當中 盤中大盤擊殺就是你的機會 我在之前 對盤式的規劃 已經講解得很清楚嗎 如果降低一點風險 追求你的報酬率 你看不懂的 不會操作的 跟上我們盤中的訊息 安全啦 可靠啦 更何況這一檔雲層 是我們高檔區有賣掉的 40塊錢賣掉的雲層啦 好不好呢 你自己看一下 當作在創新高那一天 3月份 你自己看一下 創新高停利賣出嘛 當作股價大概40塊錢賣 這一段賺了30幾%啦 賣掉之後 等大家五波修正了 底部確立了我才進場 不需要去摸底 做股票不要急就張 要買在一個安全發動點 而不是買在一個 好像是 有價差的一個短線低檔 如果雲層我40塊錢賣掉 這邊接這邊沒有出 那這邊套下來是一大段 所以同樣你要明白我的意思 操作股票 那個波動循環的轉折 你要拿捏得很清楚啦 股票大盤都是一樣 它就是一個cycle cycle會要抓高低點 高點到了當然要拔檔了 那低點 底部確立了 可不把它接回 所以對於雲層這檔 生技股 我們高檔賣在40塊錢附近 今天呢 買在幾塊錢 買在26.2附近呢 下來買的張數是不是更多 買完之後會攻漲停耶 好沒有 這是我們盤中帶領會員的一個資訊啦 8天轉折向上的雲層 26.3以下就買回買進 買完之後 尾盤一樣鎖漲停啦 所以盤勢 如果你看得清楚它的方向 你做鉤票就比較簡單嘛 就像上禮拜四啊 大盤15跌到8750嘛 殺生隆隆 我說負乖離過大 有些股票出現超有利潤買點 當天 9點11分 指數跌到8750 跌了225點 我們就趕快告訴我們的會員 當天會開低走高啊 9點11分 當時候最恐慌的時候 我馬上告訴會員 接下來盤會怎麼走 負乖離過大的大盤 隨時運量反彈 研判當天 7月9號會開低走高 事實證明 開低走高 我們把什麼股票 做接回的動作 我們高檔區賣掉的華漢 網家有沒有接回 跟今天把原成接回的 操作節奏性 一模一樣 不是看了一檔股票上下 都沒有做出任何動作 抱上抱下很痛苦 該賺的利潤 該賺的利潤沒有賺到 該賠的風險 你跟著賠下去 那不是白搭嗎 所以華漢 我們在上禮拜四 是不是把它接回 這張股票 我們高檔區有賣啊 7月1號嘛 是不是有做八檔 前面三趟的抱去126塊錢嗎 7月1號第三趟 量不夠還是要賣 雖然小賺11塊錢 有賣總比沒賣好太多了 因為當下你沒有賣 下來就是一大段 7月1號 賣在373 賣完之後 股價是不是有跌下來 是不是跌下來 雖然賣完之後 曾經談了個兩天啊 那他不是談真的嘛 所以我就不用急的接回來啊 所以剛好上禮拜三禮拜四 大門重出了500點 他剛好回檔幾天 12345 回檔五天叫轉折 出現超額利潤買點 我當然會告訴你們 把它做接回的動作 華漢 上禮拜四9點43分 318接回 掛高一點一定可以成交 當時候價位在315啊 買在相對低檔 風險有限利潤 這幾天你已經看到了嘛 對不對 當天買完之後 收339.5 賺24 禮拜二來到366 漲了3000賺51 昨天禮拜三 來到波段高 我說趁什麼利多賣出 報上的利多消息 你看到了 證明我選的股票很機優啊 禮拜三7月15號 機器人展明天要登場 第二季營收 創高的有誰 有華漢啊 好沒有 在市場上 你如果經驗夠久 看到利多消息 千萬不可以去追股票 對不對 就如同你看到利空消息嘛 不要去亂砍股票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對於禮拜三 華漢的利多 證明我選的股票 基本面真的很棒 利多運收成長率高達149%嘛 所以當天有利多賣 不僅沒有去追 我們還做了調節的動作啊 所以禮拜三 華漢 9點20分 372附近賣嘛 可以賣在373呢 315接回的 到昨天373 這樣一買一賣 創造了58塊錢的利潤 10張58萬 好沒有 我有沒有賣對 你沒有跟著賣的尾盤 剩362啊 今天華漢呢 剩357啊 373的賣點 離今天的一個收盤價差了16塊錢 10張又差了16萬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 精挑選的這些機優性的股票 那個關鍵性的轉折 拿捏得多精準 兩次的賣點我都賣在373 你認為是僥倖嗎 親愛的觀眾 這個價位也是隨便規劃的嗎 我們7月1號 是賣在373 賣完之後 上禮拜四 315接回 所以禮拜三 趁禮多消息 拔檔 賣幾塊錢 又是賣在373 兩次的賣點 代表目前華安的短壓在373 你會不會賣 你如果會賣 今天華安疊下了 你怎麼看嗎 今天剩357嘛 修正了兩天嘛 接下來如果有低點 什麼價位可以接回 你怎麼知道 如果一檔股票的基本面 籌碼型態 符合多方性的一個結構 來到支撐站在買方 這是我們對於你的一個提醒啦 所以 目前大盤在整理 個股 的一個動向 會跟大盤一樣嗎 那是每個股票都整理 那就沒搞頭了嘛 那就是因為有些股票會上 有些股票會下 造成盤是你的整理 所以波動循環往上 會走高的這些基有股 要如何掌握它每一波的一個利潤 你想像迎接未來下半年 台股往上墊高 來到1萬點的空間 這個盤籌碼很穩定 老公資每天都在減啦 減少了350億以上 籌碼相當穩定 不知情的人 會認為說 這個盤好弱喔 真的很弱嗎 親愛觀眾 1萬點跌到今天 9042嘛 量縮強勢整理啦 這個盤隨時有拉高的機會 所以為什麼今天我們雲城 要站在買方把它接回來 這不是隨便 隨便規劃的行情 先來觀眾 3月23號40塊錢 你有賣 12345啊 五波修正完畢 出現紅三兵 確立止跌 確立止跌 其實這邊你買多安全啊 這個位置 確立止跌之後 你這邊買都對 只是你買在之前這個位置 不容易賺啊 沒什麼動 但是我們今天 一切入 馬上可以工漲停 今天現買 大概賺了4%多了 這就對於一檔個股 你到底看得懂它 或是還看不懂 造成不一樣的操作結果嗎 所以呢 大盤目前來講 我認為是在低檔 畢竟不是1萬點 是9000點 加上籌碼穩定的一個現象 你來跟我合作 你勝算其實相當大 謝謝 再為大家見面一個現場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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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名額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達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名額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就能打進去 冷氣調高點 風景美一點 燈光調暗點 氣氛好一點 捷电是今下最美丽的流行 现阵时时钟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今天的名利 股价来到波段低点 65块3 这档股票在110附近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卖 如果你手中有这档多单的 因为它的主力色彩太浓厚了 看一下 6月12号提供给你一个建议 主力股民意转落就出掉 转落就出掉 当天最高114.5 尾盘收102跌停板 我说纵使跌停板你也要卖 如果你不卖 它会往下做修正 这档股票其实你可以放空 喜欢放空的同票 我已经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 还没跌完 民意还可以再空 当时候还有八十几块钱 今天的民意 股价来到波段低点65.3 当时候告诉你要卖 你有听我建议的 你少损失的大概四成的一个利润 这是我们提醒你的 所以现在的一个大盘在整理 主力股可以买吗 地雷股 投机股可以买吗 就从今天的一个早盘 有人来问何进吗 这张股票你自己看一下 它的一个财务报表 去年度 整年度亏了1块4 今年度呢 第一季就亏了1.09嘛 越亏越大 破洞是越来越大 这种股票不可以买 地雷股的信实啊 所以我们不管是对主力股 投机股 地雷股 还是季蛋水甲股 我都不会去碰 因为那对你的操作风险相当高 那我们股票的重成会涨 看看就好了 怎么上去又会怎么下来嘛 因为股票的最终 要反映它的基本面 这是你要把握住的一个重点 价值型投资节目所呈现的内容 党党 都是基欧股 你要买 就像跟我买这一档夜城嘛 鸿海集团的 去年赚了759亿啊 EPS 4.75啊 我今年度的下半年 苹果的压力式触控 将是爆87 我对它未来有期待值啊 我怎么时候开始买 趁它跌了10块钱 告诉会员127买进6456的 夜城 逢低层接啊 懂没有 你最想达到的一个操作模式 低档会买 高档会出嘛 是不是 我给我们出给你看 1月7买完的一个夜城 7月7号创新高 停力卖出啊 7月7号 为什么要卖 创高后务力 149卖 赚了22块钱 落贷 对不对 这样一买一卖 创造了22块钱啊 我来邀请你下一趟请跟紧 因为下半年是它的报八旗啊 那有低点可不可以接回 of course 对吧 我已经送出邀请函了啊 下一趟请跟紧啊 创新高卖在149嘛 有没有先来让你买 刚好卖完之后 上礼拜三大盘重挫开始接回 是不是 上礼拜三是不是接回在135 看到它跌停板了 赶快通知回应135附近接回啊 尾盘 说142啊 现买现赚7块钱嘛 然后呢 礼拜是大盘又重挫了200多点嘛 最低是多少 135啊 你认为 我们不管是买进一个价位 支撑点 或是卖出的一个价位 压力点 都是 都是臭巧的吗 啊 就像刚才卖掉的 华瀚 昨天卖在373嘛 上一次也卖在373啦 那个压力 是随便算出来的吗 那夜城的一个支撑位置呢 上礼拜三买在135 那礼拜四 为什么低点就是135 就杀住了 筹码 经过精算 你就知道支撑跟压力 所以操作股票 有那么难吗 难在于你懂得太少了 你喜欢听消息 你喜欢看报纸 结果 操作结果 哪一项是对你有利的 哪一项 你照做是贪钱的 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操作股票的一个所有层面 包括基本面的分析 量价筹码形态 哪一项掌握 你如果不清楚的地方 我这边可以提供给你最好的一个知识 边做边学 你会成长 股票市场长长久久啊 你做一天两天耶 是不是 所以你看一下 夜城 礼拜三买在135 礼拜四 150 我告诉你有低点还可以再买 那礼拜二有没有低点让你买 是不是有低点 是不是可以上车 礼拜三再创波段新高 今天的夜城 你看到什么样量价结构 今天它创高 一样无力 一样量价背离 我再卖一趟 跟我卖在149 那一天 的一个量价型态 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样 7月7号 我是不是卖在149 创高后无力嘛 149卖 有没有卖对 卖完之后 刚好大盘重做135接回 今天 夜城创波段高 一样没有力气啊 代表短线的一个追价买盘 不见了嘛 停利 停利卖出 再卖一趟 9点26分 夜城 创高后无力 158卖 9点26分 夜城的股价 卖在159 同样 对时对价 大概可以卖在159 相对高点 我拔档了 我会有没有卖对 我会有没有卖对 尾盘收在155啊 两次的卖点 都卖得相当精准 上一次卖在149 今天卖在159 下一趟 请跟进 我会把它接回来的 两趟的一个获利绩效 同样应该看得很清楚啦 第一趟赚了22 第二趟呢 赚了24 两趟就赚了46块钱 掌握它每一波的波动 我能做的就是进到 分析师应该带给 你的一个正面报酬率的操作 不是看着一档股票 上下都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啦 今天创高 再卖一趟啊 卖在159啊 创高后无力啊 要舍得卖 低一点 才有更便宜的一个位置 让你接回嘛 下来可以买更多 就是每一段每一段 让你获利不断的往上堆跌嘛 那你的资金是不是越来越大 股票市场上讲究的是一个长久的报酬率 稳定获利 不要小赚大赔 资产越来越小 那是错的 我不会跟你吹嘘 每天都有涨停板的股票给你 我每天都给你赚10% 那种节目你要相信吗 我没有给你的事 实实在在的分析 实实在在的绩效 这样我们的合作才会长久嘛 我现在跟你讲说 你明天来跟我买一档股票 马上可以赚10% 后天又一档 又可以赚10% 每天的股票都不一样 你会相信吗 我们的代进代出的原则性 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夜城 两趟让我们会员赚了46块钱 两趟的买点跟讯息 我们都来跟你对时对价 为什么买 为什么买 解析的相当清楚 希望你每一趟都可以跟上来 就像网家也是一样啊 前面四趟 朋友赚了几块钱 将近300块钱啊 庭力卖出啊 7月2号啊 卖在522啊 相对高点我站站卖一帮 卖完之后趁着大盘重做接回啊 我接回的位置 440嘛 522卖的 440接回是不是差到82块钱 光是5张 差了40几万 你不敢跟我接回吗 互关力过大 超额利润买点啊 接回 400是接回 接回之后 当天收460赚20 礼拜收47 赚31 礼拜来到480赚40 昨天礼拜三 来到484嘛 涨了44块钱的网家 我说他从网络的第三方支付 跨足到实体的手机支付 事业体越来越大 那股价如果压回可不可以买 这答案很清楚啦 所以呢 网家 在第三方支付 你看一下他的业绩成长面 超过800% 现在跨足到 实体的手机支付啊 旗下的一个拍户国际 PI公司 跟7-11合作 以后你只要拍 行动力钱包 就可以在全省的5000家的7-11 消费啊 何等的方便啊 所以呢 事业体 扩大的一个网家 今天 利多反应之后 一定会做修正 那做修正之后 会不会再上 你认为会不会再上 我要给你的是一个方向 不用怕短线的一个震荡 短线如果有下来 记得要跟我站在买帮 就如同大盘嘛 在整理过程当中 什么股票可以投资可以买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云层揭回 相信我们的原因跟论述 多解析得相当清楚 所以现在大盘数在9000点 对头面来讲 成本降低 配合着融资余额已经大减了350亿以上 筹码很稳定 未来下半年如何迎接 往上攻万点的行情 希望我这边可以帮助到你 有任何需要服务帮忙地方 不要客气 跟我们现在要注意做联系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巴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 027810900 2781090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破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278109009 022278109009 润态精工 创新建筑 甲山林城上城 壮力落城 城屋玉寿腹 大户轻松住 20分钟直达台北101 长庚正对面 金店面开车